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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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下一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up主 朱元斌 这位叫朱元斌 湘北传媒大学 播音组织专业毕业 上次就有粉丝提问了 说我能够进入博物院实习 是不是因为我是朱元璋的后代 自己往上贴 我呢答应过大家 要全程分享 我所有的实习经历 一定做到 来 我们一起进门看一下 来 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本次直播到此结束 下次 我把票 我都会结束 我累 你还知道该闭嘴了 正当主任准备发言的时候 她来了 她来了 咱们的女主角出现了 我们的女主角这一身打扮写着 单位里没有任何人值得我多余打扮 郭老师来了 难得 郭老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实习生了 哎呦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哎 不好意思 啊 啊 哦 幸会 幸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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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闲眼包子 终于到齐了 嗯 这一批共有五位实习生 请大家举手示意一下 哦 三个月后的实习考核 五位之中只有一位可以留在我们博物院工作 加油哦 加油 先管好你自己 先管好自己啊 看出来了吗 高个子的脑袋比别人离地更远些 主任 主任安排了一位讲解员带大家熟悉工作环境 此刻来到了修复室 这里啊就是我们的竹简修复室 大家看这些盒子里面装的啊 啊就是竹简的残片 然后用我们特制的修复液进行浸泡 一子唇靠近泡在药水中的竹简 试图读出上面的文字 歌冒一气 这是时间一气 一块猪肉的意思 哎 这啥东西啊 这些分别是 Glycol Uryphabonohide Acritic acid Polyacin Glycol Serial alcohol 哎哟 这该死的胜负欲 实际上 朱云斌喜欢这个讲解员小姐姐已经有好一阵子了 不然一个学博音主持的艺术生怎么会选择来这里实习呢 哎老师老师 您带的这个是不是老琉璃串 我都卖出去过好多妇呢 刘俊林 教育部正式批准的正规高校 反太平洋经贸学院国际贸易专业 文丸世家二代 人称丸二代 哎呀小心 所以很快又闯了新货 他把脱水溶剂洒在了主任的鞋子上 并且用修复古字画用的镜线宣纸给主任擦了鞋 这对不起 主任 这对不起 这对不起 作业感到事情不妙 主动请罚留下来 打扫卫生 回拉一步再走 哎 跳 再来 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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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痛分 请将主机遇到儿戏来自行动 难忘 大鬼 有个人影一闪而过 总一发现 就是白天那个和她撞到满怀的怪女人 这么晚了 他去展厅干什么呢 兄弟们 我发现了一个保洁阿姨 在展厅里鬼鬼祟祟的 保洁阿姨 难道是潜伏的大盗 她现在人呢 现在不见了 估计刚才是来踩点的 天黑了再作案 也未可知啊 赶紧结合 立功的时候到了 跟他刷刷 三小时之后 来不来呀 最近天气有点返潮 改天把你挪出来 你干嘛 晚安 冯屋门好想人 我很好 我可以歇会 你怎么了 我把这一击 拥有我意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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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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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应该知道 闭馆之后 是不可以进展厅的 那你为什么来 我 我在做整理工作 我都已经拍下来了 不是在这里吧 拍下来 也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根据我在三个平台上 五百多万粉丝的 按不住经验 全部都相信确实不可能 但全部都不信 也是没有过的 你们想怎么样 这几个缺心眼 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叶子淳只是想要 一个实习证明 来为自己申请奖学金 朱元斌想靠近 他心目中的 蒋简员小姐姐 所以嘛 本来想去游戏公司上班 却被他爸爸 只拍到这里来 三个月期满了 就能奖励他一套V张剧 刘正林就是来度个金 回去好继承加益 卖古玩 这五个人里 只有徐浩 是真心想来博物院实习的 首先 你是不是偷文物的 我不是 他不是保洁阿姨 他是国家一级文物修复师 郭小宇 我看过他很多论文的 就是他 保洁阿姨 郭小宇 国家一级文物修复师 检具超凡的业务能力 和孤僻古怪的性格与一身 郭老师 我是新来的实习生徐浩 我特别喜欢您 想申请当中的徒弟 特别喜欢您 想申请当中的徒弟 这四个家伙琢磨着 如何不得罪这个资深的前辈 又不用跟着徐浩深夜乱卷 那就你留在这拜师吧 我们就不打造力量 我们就走 我干嘛 你们 让你们走了吗 说 刚才你们看到的 怎么才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那你得告诉我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告诉你们发生什么 你们也不会相信我的 其实 文物和人一样都是有灵魂和情绪的 我从小就能感应到他们的情绪 郭老师 那刚才那只猪是什么情绪呢 真的震动了吗 啊 它是不是肚子里装着电机 那个字是猪的意思没错 但是它读 使 使尊 你能有什么情绪 是抑郁 还是狂躁 双向情感真爱 你跟他交流是靠说话 还是靠疑恋呢 他说的是文言文还是 使尊的情绪很复杂 我只能从一些碎片的信息里 感应到的去推测 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的话 我愿意跟你们分享 我所感受到的 来吧 那我们六个人一块去分析啊 你们相信我说的话 我相信 郭老师是我的偶像 你说啥我都相信 我们破词元币什么都相信 真的算啥呀 肯定相信啊 量子物理颠覆了经典物理学 至今还有很多科学 未能解锁的领域 两岸一黑三起源 都是人类未能攻破的课题 所以我暂且选择相信你 好好好 那大家都信的话 那我也信 嗯 我从小在古玩一条街长大 看了死的你不 但是啊 要是能帮到这只猪的话 猪 我还是愿意 哦 是 郭老师真的有点吃惊 他的特殊能力 还是第一次有人相信 当一个文物 你们几个 确定吗 是的 确定 就是这么突然 五只哈士奇 闯入了郭老师隐秘的工作世界 有模有样的 分析起始尊的心愿来 我发现 始尊的周围 有相尊 有牛尊 但是他们都被拿去保养了 所以我觉得 始尊是想朋友了 怎么可能 爱打游戏的人 他们的世界都是动画片吧 你的这个推测 还不错 非常好 文物确实是有情感的 这两位倒还挺投缘 那要这么说的话 始尊的朋友可多了 湖南出土的动物形青铜体有很多啊 比如说像四样方尊 始尊 相尊 还有牛宫 铜牛灯 萧友 流传海外的也有好几个 比如说虎诗仁友 双羊尊 还有美国菲尔艺术馆的相尊 我还去看过呢 在中国其他地方出土 同样在海外的动物青铜器也不少 比如西宫 象尊 羊尊 小陈鱼 西尊 散落世界各地了 呦 国外还叫这些东西呢 不好意思 世界史涵盖了中国史 你在美国学中国史 我真的呵呵了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 我反正推测啊 就是始尊想朋友了 我们说一下啊 湖南安华当年出土过 那你说的护士仁友 但是现在一间 在法国的赛努奇博物馆 另外一间 在日本的全义博物馆 两支友当时出土地点 相距不远 我们推论有可能是一对 湖南宁乡出土的双羊尊 一间在大英博物馆 是一对公羊 另外一间 在日本根津美术馆 是一对母羊 都生不出小羊啊 其实建国之前 有大量的文物 全部都外流了 它们都已经 分开了上百年了 所以说如果 始尊想念它们 这个推论 我觉得是有合理性的 把这么重的东西 往国外运 这得多少钱运费啊 这些青铜器 有那么重要吗 青铜器呢 之所以重要 因为只有文明 很发达的国家 才能铸到青铜器 青铜器的铸造 耗工费时 它 takes time and effort 耗工费时就耗工费时 我们这又没有外国人 搞什么同声传语 我还真在联合国 做过同声传译 拥有青铜器的人 一般身份地位都很高 至于中国的青铜器呢 大多是米器 特点应该是 不太实用 不实用 你在国外学的啥 真是不实用 过去 朱元宾 你有没有想过 青铜器的大批量生产 意味着手工业的专门化 采矿 冶炼 运输 铸造等工序 还有分配 纳供 等等社会组织 包括它们的管理水平 一定要达到一个 相当高的水准才行 同时青铜器的使用 也体现了古人的价值观 你说重要不重要 你听明白了吗 你要是不问话 我可以装明白了 有了掌握和利用铜矿的能力 说明那个时候的人们 已经掌控了天下 最先进的武器制造技术 这我就明白了 这就是爆装备了 铜石 青铜器 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在上周时期 名贵剑变等列的 一个阶层标志物 那不就是奢侈品吗 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 长脑子了今天 易子纯 你说的不实用 也不是真的不实用 青铜器怎么使用 体现了国人的价值观 我问你们 李是什么 规则 秩序 对 规则 秩序 共识 文明 所以说中国的古人 一直认为 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青铜器中 李器占了大多数 而西方的青铜器 大部分是武器 听上去 叶子纯 很实用哦 换个角度我们想 是不是西方人会认为 战争更重要呢 很有趣 这孩子刚回国啊 且学呢 它 takes time and effort 世界上其实其他文明 也有青铜器 而且动物型 气型也有 在欧洲发掘出来 最早的青铜器 大概比中国早上一百多年 那跟中国的 有什么不一样啊 首先呢 欧洲地理单元破碎 他们初组的青铜器 缺乏一种统一性 其次 他们用来祭祀的青铜器 不是用来祭祖先的 而是用来祭神的 说明当时欧洲人 还在信奉神明 而我们在中国的中原地区 已经发展出 人是自然主宰这个理念了 而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 才逐渐发展出这个理念 到了工业革命时期 更是以人战胜自然 为主要特征 在欧洲的青铜器 没有规范的 使用等级制度 但是商周时期的中国 什么人用九鼎 用五鼎 用一鼎 都有明确的规范 还是那个字理 西方青铜器 确实远远不如 中国的经理复杂 这个的确是公认的 就像 比如丹麦的 郑国之宝海港马车 德国铜锅盖子上的小冰人 还有土耳其 青铜锅边缘上的牛 都蛮简约的 那为什么就中国的青铜器 要做那么复杂 耗时费力的 take很多time和 effort 我有个学长 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们可以去向他请教一下 太和理遗址 考古发掘主持人 湖南大学阅录师院教授 向陶初 向陶初 向老师 向老师 果然是始尊的朋友 给他 要不我们直接视频吧 让我们都见一见 这个大名鼎鼎的向老师 是谁呀 两点半还打电话 是他 是郭小雨啊 又是你半夜跟我打电话 原来郭老师是个惯犯啊 向老师 不好意思啊 我们几个实习生 想了解一下 为什么中国的青铜器 比西方的青铜器要更加精美繁复呢 半夜的知识点记得更老 真是大启发 大小启发 世界上任何民族 它的第一个神就是太阳神 随着这个人的能力越来越强 慢慢就产生了走先神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 特别需要社会的安定 稳定 需要人们之间的协作和谈结 所以我们主要是基于走先神 而不是基于自然神 走先神呢 是人格的神 所以他要像人一样 持后拉桑 我们中国古代的青铜器里面 大量的是装粮食的 装酒的 还用来吹煮的 主要是一种容器 然后外面呢 可以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来发挥艺术的一种表现 最珍贵的材质 最先进的技术形态 要非常的优美 文饰要非常的漂亮 最后神就来保佑我 而西方古代文明产生的地方 主要是意大利 英国 法国 这些地方东边有地中海 西边还有大西洋 地理环境是以水为主的 所以他们以海洋 水产品为食物 就不像我们中国 这个农烈社会 对稳定的要求这么强烈 所以他们的古代文明 崇尚的是一种 过人的一种能力 不太强调这种协作 所以他没有必要 找出这么一个走先神来 让大家共同认同 而且他们的青铜器 也不是主要用来祭祀 主要是兵器和工具 所以他们的青铜器 看上去就和我们的 没办法相比 原来这样 而在技术这方面 他们可能并不用 这些青铜器 而是用一些石雕 石刻 你看他们那些神庙 里面全是 很漂亮的石刻石雕 他们的石头雕刻 这个艺术 要为我们中国古代的 要强得多 向老师 我有个问题 我看我国南北方的 青铜器文明有点不一样 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在中国的古代北方和南方 它的一个社会 这个美国中原地区 因为大陆秀水的 这个艺术 这个红紫园 这个社会 解释了 第一次到达 什么前发展 有先进的 那它还是主要 依靠了 真正的地位 而社会 美方的情况 是 黑暗 广播 客人抽象 才能算 抗动 发展 无严数 一种 第一个人的社会 ображ小开 尽管它从转据提前 試著會有他的反應 一直一起去 一手了 背索的超級流進去 側近的重量 射擊更多 非常重 對於他們長的很高 也很高的 我看一下個 dobla chegou 同時在海岸的固定 需要 其實 如果是他的利益只是沒有的話 就是這個老婆的關係 就是這件事的地獎 而我們正先進行 就是因為老婆是為他們 援手打散老婆的生長 要是讓他們老婆的掌聲 而是一種情緒的老婆 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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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不是 我 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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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我要 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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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反噬人类 谢谢你啊 向老师 这对我们太有启发了 这是以后别 在半夜得跟我打电话了 您夜里把手机关机比较保险 我也累了 休息 再见啊 拜拜 向老师 我们再回到始尊 为什么会阴谋这个事情上来 想朋友是一种可能性 刚刚向老师也说了 我国的南方人 更喜欢用青铜器来祭祀大自然 顾老师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线索 有可能 现代人是还祭祀大自然的 所以难怪始尊的情绪好复杂 我能感应到的 不只有忧伤 还有生气 着急 怀念 也许是怀念他的铸造者 我让大树去推测了一下 究竟是谁做的这只猪 是 西州灭了商朝以后 很多贵族都四散千禧 他们把先进的中原文化 带到了南方 当时北方的青铜器端庄大器 那南方的青铜器造型多样 当时在庞大的南下队伍当中 就有一个顶级的青铜器制造家族 叫做歌士 这个北方豪门 看称当时铸造业大火 所以他们制造的礼器 兵器 乃 天恰 第一等 没错 山东 山西 陕西 湖南 河南 甘肃和江西 都有歌士气出土 于是 他们在南下时 当地人纷纷向他们的能功巧匠 拜师学义 一日 南方小徒弟 把自己铸造的礼器 交给师父验收 师父您看 这是什么 这是一只屎 祭司是大事 你做个顶呢 真的 雷都可以 要装重 您再看 怎么会有一只鸟 因为屎身上经常站着鸟啊 我们要把最好的铜 花在祭司祖先的礼器上 你做起个动物啊 你 鸟器啊 花这么的铜 你简直就是银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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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丝 银丝 师父的戏 是不是有点过了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铜 花在这些气形上 猪啊 牛啊 羊啊 火啊 能通天的乐器 脑 中之类的 感恩自然 尽为神 胡说 我大中银 师父 你们大中原战乱平发 您一大家子 还不是到我们南方来了 我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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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 老板叫得多 师父 我们上周时期 能够基本的战乱平发 江西瑞昌 安徽童 这些 师父 这个努力嘛 在第一次派给别人疯狂试探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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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对临京端的区域 炸弱了 冷落病状的作用 于是 被荒野的社群 无解受到南方的关系 而来荒野的社群 是一个比较四周的 这是一个 后来的社群 最终 很多的病房人 素养相亲 等 传世的运动 当被荒野用的国际 我一开始就知道 我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相信的 这经我手修复的文物 最终情绪都是稳定的 因为我不仅能从外在修复它们 我也能感受它们的内在 这一切 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原来是这样 在时间面前 万物都是平等的 我尊重天赋予我的能力 我也尊重每一件文物背后 深藏的情绪 可不然还会有谁去尊重它们呢 也许问题就出现在 尊重二次上 郭老师似乎又想半夜骚扰谁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想了解一下 使尊在商周时期的地位如何 我们是不是把您给吵醒了 吵没吵醒 我得正好马上要出餐了 咱们晚上再联系 熊老师等一下 注意 就是因为郭老师给熊老师 看了这个胎记 熊老师立刻回复了郭老师的疑问 注意这个胎记哦 后面还会出现 真的你没办法 做至少的心情的时候 是具有地位的 在实际里面 把局里的必行爱情 甚至在我们上海经里面 还有一个神叫当康 当康这个神 它就是与鱼有关系 这个寓意是非常美好的 这个猪之所以能够 成为一个艺术的表现对象 受到崇拜 与它作为私有财产的象征 是有关系的 你想我们甲骨里面的甲子 就是皇子下面一头猪 这就是告诉我们 在一个皇子里面养猪了 它这个家就成立了 我妈爱总 我说有我爱家 猪在景庭的形象 确实不怎么高贵 旗旨是不怎么高贵 简直就是十分低贱 猪尤其是耕竹 在古代 是确信的一些 重要的祭祀场所 它显示一种高贵登基 所以 因秦宗器具造的时政 一定是有极个地位的人 在口言有和使用 好的 我们明白了 谢谢您 明白就好 不过继续 早上五点 再好不要打电话 吉他世界 有温必大 好 再见 拜拜 熊老师再见 各种说法 电光火石一般 在郭老师脑海中 有机地组合了起来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壮大 动物越来越被人类去利用 根本就看不上所种 简直是肆无忌惮的 所持和伤害 尤其于这几年 世界各地天灾人活的灾难 瘟疫 战争 反常的现象接踵了 尤其史尊是在提醒我们的 如果再这样下去 人类一位都不知 能够消失 终将会有更大的灵魂 那我们能为使尊做点什么呢 啊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是吗 郭老师在主任办公室门口 等来的主任 罕见地向他交付了一份提案 郭老师 听说你要策展啊 好事啊 批不批 您看着办吧 不是 郭老师 我说是好事啊 这五个家伙可算是明白了 郭老师深藏不露 跟着郭老师错不了 幸福之明 青铜器备受策展 这是我们精心策划的一场祈福活动 我们请来了全国各地的顶流锐寿 还为流落海外的那几只制作了全息投影 使尊小猪的朋友圈配齐了 主任 浮光天涯 咒语素 缠工与轮人行驻 苍蓝生流 此行云 昏雨依然 素山屋 青铜始尊 地位极贵重 古人把拙管下雨的魁星叫始 隐喻男女之爱 笔星夫妻之情 加油始 庆余年 加油始 万世兴 草树清暮 国我府 乱情重舍 柳河处 荒春朱霞 悬淫雪 枫年 架岁 藏西路 这么多中华顶刘瑞兽齐聚长沙 共同为我泱泱滑下祈福 请您在心中默念您最美好的心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障礼 逃避 订阄 障礼 既温你课 永小处六 乌飞启 江春朱霞 为渡西 theatre 漏湿 村河处 江春朱 configure 的马克风 乌飞启 渡阳 穿阅 元麒亚cing 庄石弯麒亚灰 커危 Message 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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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为你做的很少 这个世界弱弱强势 我今天突然理解你的心情了 就是不管这个世界变得如何残酷 你一直都在履行 为我们祈福的使命 对吗 你现在相信郭老师了吗 接下来的思绪 会很有意思 北方人的心目当中 他可能觉得南方是比较落后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会看到 很多时候北方人到南方来 他也会情不自禁地 被南方的很多这种文化气质所吸引 比如说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春秋的后期 楚文化其实已经发展到 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 当时鲁国的国君鲁相公 到楚国来进行了一次访问 我们知道鲁国 他是最有代表性的礼仪之邦 可是鲁相公他到了楚国来之后 他很大程度上就是被楚文化迷住了 就回去之后 他就情不自禁地要模仿着 这个楚地的风格来建造一座宫殿 最后死也要死在那样一个 楚风的宫殿里 就楚地南方的这个礼仪文化 甚至于在当时也有这个后来居上之事 其实在秦始皇统一之前 事实上战国阶段 可以说天下各处吧 都有一种对统一的期待 比如说孟子就是说 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啊 定于一意 统一了才能安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最终的统一是一个什么样的统一呢 制度当然是秦的制度 到了汉朝 汉朝的官方提倡的思想 皇老教家儒家思想 很大程度上都是山东齐地的心想 我们看这个灭亡秦朝的最关键的三个人物 陈胜 项羽 刘邦 都是主 尤其是项羽和刘邦 他都有这个楚辞风格的作品 该下歌 大风格 后来这个汉朝的军臣 始终也都喜欢这个楚辞 所谓汉父 他非常明显是受到楚辞的影响 就到了汉朝这样一个更高质量 更可持续的统一 实际上就已经是秦的制度 秦帝的思想 蠢帝的文化意识 三者融合的统一吧 好 大家如果对传统文化感兴趣 也欢迎来得到HTP 关注文化的国学课 这是唐朝的长沙窑直湖 当时的长沙窑 是中国外销第一词 这是 同一首诗 肯定是摊上大事 他能从印度洋的海底 回到长沙 这一千年 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他是要魂飞魄散了吗 一别行千千